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出讓美玻璃 鼻毛也有辦法生技去除嗎? 鼻毛是怎麼樣除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出讓物 你是一毛不拔的男生嗎? 今天美衣是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帥氣的除毛師 大家好我是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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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說男性 雄性的相關就是要有毛 有毛可能就比較雄壯衛物 有一些人他就會認為說沒有毛的話 你是不是可能是不信念啊 或是你是比較娘的人 因為現代社會的改變 其實很多男生他們本身就有除毛的一個習慣 很多男生會在家裡自己刮自己撿 不外物就幾個原因嘛 會悶會臭會癢會夾到會遲到 就把它處理掉 那會比較舒適舒服一點 那想要請教一下就是男生除毛的比例大概佔多少 大概六成的可能是二十到四十歲 大概是從事什麼樣的職業會比較常來除毛嗎 還是其實都沒有分別 因為我們之前有防過關於女性的 那他們是因為可能是運動長跟一些職業啊 像模特啊或是一些要露面的 所以他們才會做除毛的需求 那男性有部分他們呢? 男性的話大概三成的客人是所有的工程師 工程師? 一般人認為很宅的人 他們反而是除毛比例比較高的一群 對 因為這種除毛額外可能需要付費的很重服務啊 就是你經濟能力比較好之後 你才會去額外小酒店服務 那工程師可能他收入不少 所以我們工程師啊還有一些律師啊 會計師啊 獅子杯的客人蠻多 天啊都是有錢人 對都是有錢人 有錢人才會除毛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經濟能力比較好的人 會來選擇做除毛 那在你們預購的客人中 比較多是處什麼樣的部位呢? 最多就是私密處 然後第二名大概是一定下 然後第三名就是鬍子或者是腿 所以不是看得到的地方最多 反而是看不見的地方 大家會比較想要處嗎? 對 我有一些客人 他工作的地點是在一些戶外 他說這種天氣啊 他都穿長褲工作 就是穿兩件褲子的工作 因為他毛已經是一件褲子了 這麼明顯的感覺 有些男生的腿毛是穿絲襪的感覺 就是很濃密 我懂 我爸就是 我爸就是 對對對 那像我們有一些業務工作的客人 因為他們需要跟人互動 皮毛跑出來 就是皮毛比較不好看都會比較care 所以鼻毛也有辦法伸進去除嗎? 嗯 鼻毛是怎麼樣除的? 你們有分誰是鼻毛專家嗎? 沒有 鼻毛就是 我們有分軟辣跟硬辣 那硬辣它就是硬掉熱辣這樣子 然後就會把它弄在礦子上面 然後弄進去 然後等它乾掉之後再把它拉下來 然後它就會像一個鬼珍 欸那叫什麼鬼珍草嗎? 那叫什麼? 香菇 不是不是那個 他說那個 含羞 蒲公衣 蒲公衣 對像蒲公衣一樣 沒有常識了 一群對自然很不了解的人 想要解釋一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它像那個蒲公衣一樣 它下來都還可以用脆的把它散掉嗎? 比較難啦 但你可以摸摸看還蠻療苦的 因為很多人拿牠的 牠的這個位置 裡面有個死角 然後很多人剪刀的水準不高 對咧 它這邊有個不錯 對 所以你看很多男生的鼻毛就這樣跑出來 那就是牠平常 心有餘而力不足 就是沒辦法處理到這一塊 那辣的話可以 有效率的把一些毛髮處理掉 那剛剛你有提到說 就是辣有分成 硬辣跟軟辣兩種 那這樣種的差別在哪 它是要弄在不同的部位嗎? 那這邊主要是用什麼樣的辣? 硬辣主要是用在比較圖硬毛髮 它刷毛力比較強 軟辣就是用在手腳比較細膩 所以它就是隨著毛髮粗細 部位不同的辣 用不同的 那它的疼痛感又會不一樣嗎? 疼痛感主要是看毛的多少 跟那個人耐不耐痛 就跟你吃辣一樣 對辣度的接受 還有當然辣的質地 還有一點異常 因為熱辣有一定的風險 不是你除完之後回去 就一定很輕鬆 因為你皮膚會有些小傷口 會有一些損傷的情況 那如果你用的東西配方上 可能比較容易造成過敏的話 那其實我們都說 你是在解決困擾 但後來又帶更多困擾進去 其實有點不常識 所以你們在事前會對於 這一位客人做一些評估嗎? 所以譬如說 他有沒有曾經得過什麼樣的皮膚疾病 然後讓你們去思考說 它適不適合用這樣子的產品 你們都會問 他皮膚容易容易過敏啊 還是較容易紅中癢 或是有陰濕 陰濕 對陰濕 陰濕是一種皮膚疾病嗎? 還是它是一種寄生蟲? 對寄生蟲 他會有幾百幾千隻在你的毛髮上 所以你們有遇過身上陰濕的客人嗎? 我們是還沒遇過 因為我們預約前 都一定會問說有沒有陰濕 會建議他先治療好再來提供出 那會不會他其實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陰濕 其實很明顯 因為就是很多蟲在上面 很多蟲在上面 就是你的毛髮很黑黑的 然後他們就白白白白白的 然後 螞蟻上樹的概念 對 對 就很像發霉那樣子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不會啊 他自己一定知道 而且會癢 蠻癢的 來這邊除毛 它的步驟應該是怎麼樣 先跟我們諮詢 因為我們有官方的LINE AD 然後他們可以在上面問我們問題 那其實我們可能會跟我們反應 我們的官網其實寫得蠻清楚的 在所有的步驟跟使用的產品什麼的 他們如果有一些其他問題 再跟我們做詢問 然後跟我們講說 他的一些要求的項目跟日期 然後確定好時間之後 其實等到現場 來就可以了 那到了現場之後呢 我們會先做諮詢 確認他也是否適合出嗎 確認完之後 再建議關係之後 就直接進去看他如何去做出 所以他來這邊他需要先洗澡 就是有他們專屬的一個 淋浴間 淋浴空間 那你們會指導他嗎 譬如說這邊要戳幾下 這邊要戳幾下 那你沒有洗牙筋不能進來 我會生氣喔 其實不會 可是有時候就 要尷尬一點就是 因為每個人的清洗習慣很不同 所以像我們有時候會比較注意一些 肛門的部位 因為有時候 有些可能很清洗上 會比較沒有那麼注意 因為肛門裡面有皺褶 所以皺褶內 有可能會夾著一些排泄物體 但有時候可能我們所有時候就會 欸 放開來就 欸 小鯉魚小驚喜這樣子 有一點巧克力在周邊 對對對 有些是綠色的 有時候是一些 綠色的 是耗塞 就是 看他前一天的飲食狀況 所以已經有拉肚子這樣子 但是這種情況 應該在事前途中的聲音 我就可以說到 後面有拉肚子的情形 其實拉肚子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說 我們看到 有時候會伴隨著一些味道 所以 當下我們就會 然後再幫他清潔一下 那你覺得是怎麼 幫他做清潔 就可能會有一些話術上面說 欸 再幫你上個油喔 或是 欸 這邊再幫你清潔一下 幫你保養一下這樣子 所以你們不會很直排這樣 說欸 你這邊有那個 就是 大便油清乾淨 對 應該下次白白來了 太丟臉了 客人有自尊心 所以你們還要對 考慮一下客人的心理狀態這樣 對對對 你了解 站起來讓你們用嗎 不是啊 你看 你也沒辦法叫他站起來 摸摸起來囉 哈囉 可能有人吸他 他都會很開心 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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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4 喔 噱 好痛喔 這怎麼這麼痛啊 好痛喔 好痛 這也會痛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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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